和現在 有一個人愛愛或愛愛愛 活跳跳的雪場蟹 從日本北海道以空運的方式來抬 才能確保新鮮活體 眼前這一隻就重達將近四公斤 師傅要拿起來展示給我們看時 也很吃力 太重了喔 主廚有練過 他滿重的 目前任職於五星級飯店的 楊德新主廚已經入行35年 對挑海鮮還有一套 光摸雪場蟹的腳 就能知道新鮮程度 稍微要捏一下 它這個外殼啊 如果說比較硬的話 它的肉質就會比較好一點 基本上海鮮的東西 你只要吃冷凍 它的肉質的頭感都不好 它會比較硬 堅持只用活體海鮮 師傅手起刀落 迅速將雪場蟹去塞除內臟 由於實在太大隻 至少得花十分鐘處理 甚至還要把蟹殼剪開 小心翼翼 不傷害肉質本身 才方便顧客使用 而且不同於一般螃蟹 只是清蒸 楊師傅竟然融合了 川菜料理手法 如果說大家都用清蒸 那在家裡面蒸就好了 這個口味一直在創新求變 我們也希望說 做一個市場上的一個區隔嘛 蟹身和蟹腳 以高溫炸出金黃色澤 接著大紅袍燈籠 香椒乾辣椒接連下鍋 乾炒出新香 再與螃蟹一同拌勻 並用花椒粉和蒜酥 增加更多口感 可以說是超豪華版的 避風湯炒蟹 雖然做了一個川味的 但是我們一樣 把它的肉質的口感 跟它的鮮味把它保留住 擺盤更是不能馬虎 石板和木頭陪襯之下更顯霸氣 一隻隻蟹腳整齊排列 有蒜酥的金黃 辣椒的鮮紅 以及青花椒的翠綠 可謂色香味俱全 整個出場的感覺 就讓我覺得氣勢磅礡 就有比外面的帝王蟹 它這邊有一個膠麻 去帶出它的那個纖維 聞到濃濃香氣後 超客們不顧形象大肯蟹肉 不過為了顧及帝王蟹品質 這道菜可不是隨時都能點得到 必須提前四天預定 師傅才會跨海下定食材 我們一般在吃的帝王蟹 它的裡面的肉 都是會黏在殼上然後乾乾的 可是這一邊吃的 它的那個肉是可以整個拉出來 整個肉都是有很多汁很鮮甜 然後有那個四川味的一個味道 很好吃 其實楊師傅在做菜同時 還保留了部分 比較大隻的蟹餃 要做成一蟹兩吃 特殊的是調味料 竟然是桂花水 先用桂花去醃製這一個肉 讓桂花的香味 可以滲透到蟹裡面 那我們再拿進去蒸 它有桂花香的蟹肉 搭上滑嫩的蒸蛋 份量十足 一上桌同樣是顧客搶著拍照 打卡的超級亮點 上菜的感覺嗎 就還滿氣派的 我覺得它上面的那個蟹餃 都有那個淡淡的桂花香氣 還滿特別的 因為比較少看到就是蒸蛋 然後搭上海鮮的這樣子的做法 那個蟹肉的肉質很鮮嫩 然後很鮮甜之外 它真的還有點淡淡的桂花的味道 份量很足夠 甚至我覺得有點飽